宇翔全照逃被调扣驾照 提行政诉讼 结果忍叽叽 并不是不懂这个法律或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上课 然后没有必要把驾照吊销 然后 对啊 有点衰 有点衰 受访时大呼有点衰 一人于天的儿子宇翔全 出包不断 前年这肇事逃逸案件 结果出路啦 他被裁罚3000元 还得调扣驾照三个月 就是右边啊 右侧啊 然后这边刚好又是 你看嘛 这边又刚好是那个死角嘛 我怎么可能看得到 然后我车 然后我一年两个又开这样子 我怎么可能有感觉 没感觉啊 事情发生在前年5月 他晚间驾车去超商买饭 却撞到停放路边的机车 但他没有查看就离开 警察通知到完后开罚 他不服提出申诉 但才决索人财罚3000元 并调扣驾照三个月 就是肇事逃逸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并不知道说 我撞了他的车啊 那车主也没有提告啊 他因此在提出行政诉讼 没想到啊 他应该在去年11月7号提出 他却超过法定期限 拖到12月才提出 失灵地月因此财定驳回 GG啦 就不要开车啊 坐捷运啊 你上次吊架到一点 不是骑小车 小车还是很骑的 受伤 我现在会骑啊 我现在计数 我现在计数比较好一点 动新闻台北报导 我现在计数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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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计数过分